林靖賢,功夫表演,G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中國圓圓流場,習國術師大成的 陶浪拳 陶浪拳是源於距離現今 有七八年歷史的明朝 但他的得名是於 清末文初的時代而定立的 那為什麼他會被稱為陶浪拳呢? 據說,當時的武術專家王朗 在庭仁羅臭屍 忽然看到一隻螳螂報仇的情景 就受到了注意 至於螳螂報仇的一舉一動 就馬上受到一個很大的啟發 經過精心的研究和去考之後 終於就構成了這個 鼎鼎大名的螳螂拳 哇! 螳螂拳 顧名思義 是模仿著螳螂兩臂的 搭擊姿勢 就好像螳螂兩隻手臂一樣 勾著 並有勾扭踩掛的動作 這個就是螳螂拳 最大的特色之一 螳螂拳 它是適合各種人士的 老小林 當然 壞人 和傷殘的人士 是不懂我學習之間做運動的 希望大家 都會喜歡 螳螂拳 這就是我的功夫 既然大家都知道 中國 圓圓流場的功夫 我不喜歡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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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